大家好,我是鸡蛋老师 我将教大家用形状点线面完成一幅图画 让我们开始吧 在图画纸上画圆形加上三角形和长方形 接着长方形的脚与椭圆形的鞋子 画四方形的袖子长方形的手臂及人形的手 加上眼镜用曲线画出头发 在衣服上画出一个爱心形最后加上手指 接着老师示范用长方形圆形画出一个行李箱 画小圆形或者不同的形状设计行李箱表面 画图完成开始上色了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 老师示范深红加粉红学习配搭身衣服 选择一个喜欢的深色勾边 勾边的效果是上水彩不会才出现 配上自己喜欢的发色 老师示范深褐色加浅褐色加黄色 裤子配色也是选择自己喜欢的深浅色 鞋子上色也是选择自己喜爱的颜色深浅配搭 接着自己选择喜爱的颜色为行李箱上色 接下来使用水彩上色衣服和行李箱 方法一样选择自己喜爱的颜色即可 学生可自行加上太阳 太阳适用圆形和点完成 天空的云 老师示范用手指点一点就能完成了 学生们 你们也可以是看看用手指点出一朵云 最后加上三角形鼻子及选择喜爱的颜色点出风吹过来的效果 这就是一副形状加点线面的图画完成了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